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Alfred 今天到了中環 不懂死又吃过江龙 为何说不懂死呢? 因为以我的经验 过江龙多数都服的 特别是日本菜 今天这间专食鸡白汤拉面 话说当我打算拍吧台厨房位置之前 我向师傅表示我想拍摄 而且不会拍他的样子 当时一位应该是餐厅的高层或老板 立即用日文帮我翻译 原来那位师傅是日本人 沟通完毕我就预备拍摄 一拿起电话 那位高层见我拍片 就跟我说这个位置不方便拍片 因为不想公开一些主面的细节 说最近已经有一间拉面店抄袭他们 那我就问他拍照可不可以 他说拍照没问题 所以这个位置就看照 这间座银 餐牌得几页 比很多拉面店重要小选 这一点无所谓 来得这里都是吃他们的招牌菜 价钱方面 拉面138 尖面148 还要加日 其实他们日本那边都是800多日圆一碗 即是60多港元 不要跟我说铺租人工 香港绝大部分拉面店都在做100元以下 和新观众说声 如果想知道我对拉面和尖面的一些看法 例如面条的挂汤能力是什么一回事等等 可以看回我之前东京的vlog 下面info box会有连结 这碗鸡白汤底 是用了日本来的鸡牛制 再加了鱼芥汤和鸡汁 汤头呈奶白色 味道浓郁得来 没有一般猪骨汤那么油腻 温和少少清爽少少 他们还会用搅拌机打点汤 令它好像cappuccino有少少泡 原意是令口感更加细滑 但实际喝下其实不会有很大分别 我觉得是兼密多些 这里的拉面是用低加水面条 即是搅面粉时没有加那么多水 这种面比较容易吸汤 再加上面条粗幼形状 挂汤能力属于中高 配搭他们的鸡白汤是很合理 这一点就是我以前说过面条的挂汤能力 要和汤头的稀结浓淡配合的最佳例子 质地上亦很弹牙我挺喜欢 但话说回来 这只拉面听说不是店铺自己做 是同一间香港面厂拿货 香港很多家拉面店 便宜中贵不同价位 都是光顾这间厂 只是大家用的配方不一样 面上有些好像丝带很漂亮的东西 其实是炸过的牛绑丝 就这样吃会觉得有点柔油 但如果浸少少汤 在它半脆半软的时候 混合面一起吃 效果非常好 特别是牛绑那种甘甘苦苦的味道 混合了鸡汤之后 令整碗面层次感更加丰富 叉烧有两片 一块猪一块鸡 都是用70度低温慢煮去处理 一块猪肉就好一般 比较干身 一点都不嫩滑 也没有靓猪肉那种甘香 这块鸡就好吃很多 真的好软軟 生熟刚好 也吃到鸡肉鲜甜 有鸡味 不错 糖心蛋 138元一碗面都没包 又要加15元 质地做得挺好的 也真的吃得出烟烘味 时尽面 激善面 汤汁比刚才一碗拉面更加浓luence 面条是另一款 粗一点 口感更加轻弹 今天两款面的质地都做得好 这点要赞一下 香港很少拉面店做得 绕面在香港不算好普及 各位观众都是喜欢吃� service的人就知道 但很多食客都不知什么是绕面 特别是热湯冷面这回事 为何要有这样的做法,典故是怎样 我在香港吃尖面,见过好几次有店员问食客要冷面还是热面 食客第一个反应就是,蛤?有冻面吗? 或者说,哪有人要冻的,当然是吃热的 店员每次都是直接下 order,不会说什么 如果店铺没有热面拣,直接上冷面 我亦见过有食客投诉说面为什么是冻的 我甚至看过一篇报道,一位资深专业食评家去吃尖面 发现碗面是冻的时候表示很惊奇,大造文章 完全不知过中因由 我觉得香港的尖面店可以早点推广 要是叫店员下单的时候和客人讲清楚 要是在桌头或餐牌写一段字,讲下故事 应该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会 今天这家座银,食物算是中上,地方干净 不过性价比很低 同级的日本拉面店一样开在黄区 多数都是78-98 这家贵了几成 今天说到这里,记得给like打表情符号 下条片见,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